正火在下个月在香港传送 警方凌晨进行测试 熟习传送火具的过程和风路安排 黄乐阴报道 车队凌晨12点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出发 沿途警员要短暂风路 工作人员在警车护送下无疑火具手传送正火 车队包括二十几辆私家车 旅游巴和救护车 载住的有运输署 康文署等多个政府部门的代表 车队一驶过路面随即解封 由于凌晨时分没有那么多车 对交通影响不大 无疑火具手由尖沙咀跑到左蹲 中间有人接力 车队之后按照传送火具的路线 驶到青马大桥 经城门隧道 入到沙田 跑手再次跑一段路 车队到沙田马场之后 出回市区 沿河打路道经尼敦道回到尖沙咀 火具手原本是搭船过海的 但今次测试车队就经西岁到中环码头 无疑火具手再在中环试跑一段路 车队大约在凌晨5点到达中环仔金子京广场 这次的测试用了大约5个小时 而到18号 警方会进行第二次的测试 时间是由早上的10点到埃曼的6点 预计到时会派人逐点试跑 有线电视机就在黄络音报道